之前已經跟阿祖談好了 因為我覺得自己真的不適合做女團 而且也沒有熱情去繼續唱歌、跳舞 所以我覺得這個晉級的位置 應該留給真的想做女團的人 所以我覺得我走到這裡 已經很開心、很滿足 決定是自己提出的 我自己最大的興趣是 製作夾彩滑板和演戲 所以比起唱歌、跳舞 我覺得好像不太適合自己 其實我小時候開始已經很喜歡演戲 現在長大,可能有多機會的時候 我就會想在演戲方面發展 還有想學多一點 我的目標是 我會想在電影戲院的銀幕見到自己 這個目標雖然有點遙遠 但這是我想做的事 我想是經理人 因為整個比賽都很支持我 都很支持我 會買化妝品給我 所有東西可能在金錢上都會支援一下我 但到最後還是自己提出要退賽 我覺得可能有一點任性 但也有一點對不起 你自己喜歡就行了 你享受 我們只不過是可以跟她說回 你退賽會怎樣呢 你退賽… 你真的退賽嗎? 你可能會後悔的 這些我們要有責任告訴她 那些效果會怎樣 或者你自己的心理 你自己怎樣去接受這件事 我們要告訴她 但到最後的決定 都是回她手上的 因為我們去到最後 我們公司 坦白說我們想她們開心 如果你做每件事 譬如都是為了利益 或者為了某些事去做的話 你基本上都不是在享受藝術 因為既然女團是一種藝術 唱歌、跳舞是一種藝術 你不喜歡、不享受的話 你不會感染到別人 我都有想過自己會否後悔 但再想一想 其實真的不喜歡的就沒得逼 還有如果真的逼自己做不喜歡做的事 會是很不開心 因為我做人的忠祀就是最重要的開心 所以最後也下了個決定 就是退賽 坦白說 現在你在這裡也要說 其實我覺得唱歌的舞台是可以發展的 但沒辦法 我們阿東東就是不喜歡 不享受 不享受 我覺得可能在另外一些事去栽培她 因為你不知道 你永遠都不會知道 沒有一種興趣 其實我們中文人有個說話 紳士坑 你不要玩這件事 紳士坑三日香 不緊要 我玩完紳士坑 雖然我不喜歡這件事 但可能會令我產生了另外一件事 現在我們就找到 原來 彤彤演戲是挺好的 在力沒有教過的底下 還有 這些可能是一些天生有的才能 很快可以領會到 和很快可以明白到某些東西 我看到她開始 她把自己裡面的心放大出來 因為以我所知 她以前的世界只有滑板 和她屯門的那群朋友 然後我看到她開始會跟別的女生 好像爸爸媽媽帶女兒去上學 然後看到女兒跟同學玩得很開心 好 你們去聚集 你們一起去哪個家看節目 你會很開心 因為冬冬 可能比較是一個藏起自己的人 我覺得現在其實挺好的 不要說贏 或者就算不玩 但起碼在她人生 一定會是她一個 非常學習到做人的一個節目 她真的會躲在後巷那裡 自己練舞 她整個感覺已經不同了 那天因為要拍前轉MV 那段時間 那段時間如果練不好 就不能拍MV 所以我祝每一分每一秒 就要不斷練 她讓我看到她另一面 我很豪華 因為她能夠把 踩板那種精神放在一個比賽中 多謝她 我覺得能夠可以 因為我本身沒有小朋友 他們又會給予一種 好像自己的兒女 但自己的兒女之餘 又可以很友善 我覺得這個很棒 我覺得是 其實她帶給了我們 是一種很家庭的感覺 好像突然多了 我們有個寄託 除了工作 我們有個寄託 可能會多了 關心了另外 多了一件好像親生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樣好玩 而且你看著她們好 你會很開心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